民視新聞台提問 空軍官校日前發生學生集體腹瀉事件 請問有何說明 空軍官校前幾天發生的這個 集體學生腸胃不適的事件 實際上最後只有4員學生 因為身體不適要送醫進行觀察 其中只有一位學員 一位學生留校觀察 其他都已經緩解 並且返校或者再放假返家 那至於造成這個學生身體不適的原因 地方的衛生局已經會同學校 進行相關的這個調查以及處理 並且採集了相關的檢體 那現在也有近代 我們這個調查檢驗的結果出來 我們才能確定 這次造成這次學生身體不適的原因 那學校已經針對伙食的處理 以及衛生條件的改善等等 進行了相關的處置 並且配合地方衛生局的建議 進行了改善 以上